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桑姑娘, 尤薰究竟是甚麼病 為何會這樣?為何會變成喪屍? 飛雪姨, 你別這麼擔心 你朋友並不是甚麼喪屍, 她還沒死 但她怎會變成這樣? 我剛才看見她失敗常性 不斷追著人來咬 還好像一點痛楚的感覺都沒有 她表面徵狀的確跟濟犬症很相似 但她沒有被狗咬過 而且在病房也不完全吻合 這個病, 聞所未聞 查誠我想了解一下到底會不會傳染 還有會死人呢? 她現在兇熱膠煎, 脈搏越來越弱 再這樣下去, 恐怕的確會有性命之餘 糟了, 她突然怎會染到這種怪病呢? 會不會在那條喪屍村上染回來的? 喪屍村? 她來京城之前, 途經壽神村 她說那裡有喪屍出現 而喪屍的情況就像跟她剛才一樣 但她也沒有被那裡的喪屍咬過 如果真的疫症的話 不一定要被咬到才會被感染 記得了, 病人的手上有傷口 如果是沾染到患者的脫藥 亦會有機會被感染 看來要去壽神村一堂 好, 我絕對不相信 有喪屍和思辨的情形 我師父正正去壽神村 我擔心他的安全, 我也想去一堂 既然這樣… 鐵膽標局有標要壓 我想我還是不方便走開的 不是不方便走開, 是怕死 什麼?那我…不可以叛徒而廢 難道你叫他去替我運標嗎? 細叔, 讓我去吧 好 武情, 鐵手 你就跟桑姑娘去壽神村一堂 盡快查出病 桑姑娘 柑姑娘, 由婚的病就全靠你了 別擔心, 雪姨 我們會盡辦法幫你的朋友 不行, 無論如何都不可以翻進去 走吧 你們在哪裡幹甚麼? 我們想進村找人 這條村有疫症, 已經封村了 疫症?甚麼疫症? 不知道, 你們走吧 我是醫師, 我鵬採羊回來 你讓我進去吧 不行, 你不能進去 來, 你們幾個都快點走 兩位大人, 其實我也是醫師 求你讓我們進去吧 你們快點走吧 這條村裡的人都不知道 是甚麼病還是阻邪? 我們是神捕師的人 這次來就是想調查這件事 你們只是暴化入的大夫 就算是大夫, 對村裡的病還是束手無策 不是, 我是大夫 我就是圍堵那些村民才出來採藥 我現在採藥, 你讓我進去吧 不行, 如果讓你們進村 萬一有甚麼差池 把疫症傳出去, 悶悶擔當不起 你們全部都給我走 大人, 村裡的百姓都是人 怎麼可以由他們自生自滅 你讓我們進去 說不定找到方法去救他們 如果你們找不到好的解僱方法 反而染病了 我怎麼向神捕師交代 你拿著這個令牌 就算我們真的有甚麼事 你也不需要向暗門交代 既然你們一定堅持要進去 那就不妨試一試 本官以七人為限 到時候, 如果你們也找不到辦法救村民 我只有下令燒村 還有, 萬一你們有誰染上了疫症 那就要跟村民一視同仁 永遠不能離開這條村 一言為定 魯醫師 你說你是為了村裡面的疫症去採藥 村裡面到底是甚麼情況 一個月前 這條村發生了一個很奇怪的怪病 而且傳染得很快 所以在十天前 我決定離開村 出外看看能否找到可以治好他們的藥 誰知道一翻得來 整條村都被官府封鎖了 村裡面這麼危險 你早就回不來 我也是受神村的人 而且我身為醫師 又豈能利棄他們, 不顧而去呢 魯醫師真是擇心人口 想不到短短十天 就發生了這麼多事 小環, 小環, 小環 我沒有措施 小環 不用怕, 沒事的 大嬸, 這裡很危險 不如我們先送你回去 看來只是皮外傷 應該沒甚麼事 但是他被喪屍咬過 一定會變喪屍的 被那些東西 隨便咬一口也不得了 魯醫師, 你剛才不是去找藥嗎 不如我們嘗試用藥救小環 嘗試是可以嘗試, 只不過… 怎麼樣 小環, 別讓人咬出了 魯醫師, 你快想辦法救小環 我也無能為力 大嬸, 天無駐人之路 一定有辦法救她 不要… 我們已經是留在那裡的 有辦法… 雲媽, 官府已經說要封村了 你把她交給我們吧 是呀, 交給我們吧 如果真的沒得煙 美術不是一種解脫 你怎麼可以這樣? 是人命, 牽液就放棄? 但是很可能因為一個人 而女兒更多人 有其他解決方法嗎? 打她走吧 打她走吧 夠了… 雲媽他們這麼多年來 都是武指相依為名 現在小環只不過染病而已 你們不單不幫忙, 還落井下石 連孤兒寡婦都要欺負 你們還是不是人? 如果小雲出去再咬人, 那怎麼辦? 是呀, 那怎麼辦? 最多我現在找一條命來保證 小雲無論如何都不會出去亂害人 還有我保證無論如何 我都一定想到一個辦法 醫好他們, 這樣就行了吧? 大家想想 老醫師明明可以離開, 都回頭了 證明他很有信心, 可以治好這個病 是呀, 我是京城來的醫師 我會幫老醫師手 一定想到辦法救小雲和其他村民 既然老醫師肯保證的話, 那我們走吧 那我們走吧… 好, 那我們走吧 雖然那些村民肯走 但是村口的新大人, 只有七天 七天真是找到醫治的方法 老醫師, 如果再沒辦法 醫小雲和其他病患者 他們會怎樣?繼續發狂? 當然不是這麼簡單 根據先前的病例 凡是被咬者一定有假死的跡象 蘇醒之後, 狂躁失控, 亦大目比 接著就會全身癱瘓 呼吸困難, 瞳孔放大而死 只不過三幾億而已 根據醫書記載, 他們的病的確像濟犬病 但濟犬病只有被濟犬咬過才會癌病 而患者也不應該像他們一樣, 心刺狂亂 我看患者紅筋暴現, 會不會中毒呢 我亦不排除這個可能 因為獸神村很多人都用同一口井 如果真是井水有問題的話 病程度會傳得很快 還有, 太祖廟的苗族 他說這些只不過是邪妖作怪 令村民一個個都相信 走在那間廟裡祈福求符水 看來我們要見一見這個苗族 桑姑娘, 你和金劍銀 去水井查探一下 我和鐵手會去祖廟下課 醫師, 你有沒有見過一個 叫龍應懷的大夫入村認診? 他是我的師父 沒有, 這裡只有你們幾位 最近很少人進來村 你們也知道這村子被官府封鎖了 我看他進不來 好了, 時候不早了, 我們出發 有很多人來求符水 根本就是一些沒用的事 但是, 廟宿當然熬不了很久了 救命了 有送仙的口仁 你不是有神父親嗎? 你也要怕送仙嗎? 其實是我想要阿春文的錢 所以就在井上下一點點 想要賺一筆吧 誰知道病原來是很重的 我知道錯了 剛才…剛才有一個 喝了符水的人回來找我算帳 他突然突然發脾氣咬我 你看看 他現在呢? 他死了, 他在裡面了 看來他很快病發了 只有一位陣伙打劫他小角色 搞不出甚麼陰謀 為甚麼壽神村會有這麼奇怪的病徵 想不到小雲這麼快吹不住 小雲, 太好了 媽媽, 小雲她年紀小 身體不夠大人強壯 所以才會這樣 你不要太難過 至少小雲會想這個病傳給其他人 雖然小雲捱不住你們 找到方法救他 但是你們千萬別放棄 村口還有很多人等著你們救 你放心吧, 我們不會放棄的 雅東, 別只顧著做, 吃點東西吧 算了, 有我心了 對了, 還有一個時辰 你老闆就會來我們的標局 上次拜託你做的事, 搞得怎麼樣? 做好了 對了, 這個箱子表面看來 就是裝上你的玉罰 但是實質上了 這裡有個暗格, 可以躲一個人 那你就可以把一個內應進去 生入賊鬥, 找出誰的主謀 所以說我什麼時候都是由東 考奪天公, 沒得受 這個箱除了由東之外 我們神報師, 還有誰可以在這裡進去? 糟了, 我只顧著講公 那個暗格照了自己身形做 我忘了把你們的寶快逃 對不起 原本我這個計劃天衣無縫 現在竟然功虧一貴 讓我去 不行 糟了, 你不懂武功的嘛 萬一你去做什麼事的話 我肉痛的 你怕手蓉了就算了吧 雪姨呢, 雪姨就要去照顧朋友 還要做誰呢? 不如讓我去吧 小冬? 應該幫你們 我想除了我躲在箱子裡 你們也沒人可以了 到時候我一知道拆鬥在哪裡 我就發音火通知你們 那好吧, 時間緊迫 這次就由你去幫忙 但是到時候你一定要聽我們的說話 不可以亂來 小刀姑娘, 慢事小心 放心, 要追命和冷血兩位大哥 保護我, 又怎會有事呢? 冷血大哥, 好 李老闆終於上當 不過, 狐狸終於露出他的尾巴 慢慢地掉到我們的陷阱裡 很快就可以幫王妃出口氣 把李老闆承之於法 好… 你聽住 這條村已經成為逆村 朝廷下令封村 是呀 誰敢抗令, 一律隔山隔量 你們根本不管我們的死活 出雷又死, 五出雷又死 我們不要管他們, 我們一起衝出去 殺 生大人, 怎麼可以藍杀無辜的 那些村民根本就沒有病 如果不是生大人要宵村的話 他們不會這麼大的反應 希望生大人體諒他們 你叫我體諒他們 那你們有沒有體諒過我處境 萬一將疫症傳出去 後果不堪設想 還跟這個狗鬼說那麼多話 幹什麼?我們一起衝出去 殺… 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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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殺水 切手, 我們幫你 鬼頭 你怎麼會來? 我們幫你查案 你幹什麼? 辛大人, 你會不會變成喪屍? 我沒有被牠咬到 殺… 你們所有人都不能離開 期限一到 還沒找到藥治好這個病的話 我就立即消泉 到底發生什麼事? 為甚麼?為何我們這麼愚蠢 自動送上門來了醫所? 娘, 我不想變喪屍 你傻了嗎?都說是病, 不是喪屍 糟了, 因為新大人出事 所以朝廷班來要提早燒穿 只婚一天 一天? 慢著, 我想問問 是否如果剛才那件事真的咬到我 我會染病, 沒得醫 怎麼樣?後悔你找我? 我呀, 還沒怕過 我只是想你上次救過我一命 我才來幫你查案 你怎麼樣? 你近日肺經經已很弱 一定是剛才外出的時候感受到風邪 我要幫你加重醫藥才行 我沒事 你繼續研究, 要好這病的藥更好 好, 金劍, 繼續和銀劍檢查官兵的同情 是, 少主 想不到新大人都弄成這樣 只有一天, 難道這條村真的沒得救嗎? 醫師, 我有一個想法 醫書記載, 醫治治治犬病的其中一個方法 就是用咬人製犬的腦, 加上藥材磨成粉末 然後塗在病人的患處上 今早我們在外面見到很多病毒的野狗 可能其中一隻就是病原 不如我們嘗試捉野狗回來提煉解藥吧 我又不贊成這樣做 因為萬一那個源頭不是在那隻野狗裡 我們豈不是前功盡廢 就算那個源頭真的在那隻野狗裡 那隻野狗可能一早就死了 再說, 捉野狗很危險的 總好過在意待敗, 我認為值得一時 我認為無論如何, 我們應該繼續研究草藥的弱性 對了, 雙姑娘, 麻煩你在那個櫃裡 給我拿一本紀事紙給我 有鞋子? 是這樣, 有個病人親手做了一雙鞋送給我 我已經穿過三幾次了 不過不知為何不見了一隻 我又不捨得丟掉這隻 我就藏在那裡 桑姑娘, 我記起了 我想我應該需要大量的龍膽草 和蛇蝕草 看看我們那些乾了沒有? 其實桑姑娘的提議不錯 為什麼老醫師反對? 到了這個時候, 老醫師這麼執著 那些藥, 我認為不太適當 你認為什麼? 藥你的東西我們都不懂了 一場來到, 有什麼可以幫忙? 我打算出去巡查 萬一有病人咬的傳聞 都可以立即阻止 好, 一起去 小姐, 乖乖聲賭卸了 鹹了小姐 沒膽子, 你怕變喪屍吧 算了…你武功這麼弱 留在這裡看看桑姑娘和老醫師 有什麼吩咐更好 聽到嗎? 好主意 你不是說是疫症嗎? 為什麼整條磚一個人都沒有這麼恐怖? 怎麼會這樣做呢? 話說回來 如果一天之內都找不到醫治的方法 那會怎麼樣? 不如我叫傻科花南天幫幫忙 還是不要了… 不然我兄弟染病, 那就糟糕了 那怎麼辦呢?怎麼辦呢? 你怕的話就不要去, 我去那邊看看 我去那邊看看 這種人都可以跟他合作的 我帶師兄為人相處了, 其實沒什麼 沒什麼? 你也不知道是誰人 有個病人, 他親手做了一雙鞋送給我 不知道為什麼不見了一隻 你也不知道是誰人 走了半天, 鬼影也不多 沒消息吧, 證明今天沒人染病 你就是了 大聲… 他被咬過了 大聲, 大聲 桑姑娘, 師兄為什麼這麼久沒醒呢? 他的處名發作, 加上被野狗所傷 所以病情急轉直下 我現在幫他撕針, 希望可以暫緩病情 但若果沒有適合的藥, 恐怕 我們四處找過了 但也看不到有什麼狗 桑姑娘, 是不是真的要找到野狗 少主知這隻狗? 這隻狗還可以救回其他人 不過, 若果這隻狗死了 那就沒辦法了 少春的期限快到了 我們一定要找到一隻狗 那我們再出去找找找 走吧 我們欠 你們不會見他剛才進來的 你為什麼不見了? 一定有 usability 乖 阿承宁 其實那裡很不捨得的 不過只有你才能救全天天的命 你知不知道? 我也是 原來雅叔無辜的狗是你養的 那隻狗… 盧義士, 你究竟有甚麼要忍耀我們 到了現在這個時候 我應該將一切事實告訴你們 其實這裡所發生的事 和那些村民的病 都是我一手造成的 有一次, 我上山採藥 看到有一個人跨在山上 原來牠有病 不過牠的病很怪 所以我帶了牠回來 我想研究一下 究竟要用甚麼辦法來救牠 我養了一隻狗 我感染到症狗症 有一次令到阿財和那個病人 互相糾纏 於是一人一卷 就這樣傳到成條纖其他的人 本來我不是想捉花床和那個怪人 但是我看到這些是千載難逢的奇症 所以我想我一定有辦法 据好他們 誰知道… 誰知道因為這樣 一個傳一個 便當爸爸幫我收手 整條村都變成疫區 阿財, 魯醫師, 不要我這麼敬重你 以為你高峰涼節 以為你為了救人 連自己的性命都不顧 你為了做一個出色的醫師 你連累了整村人 不是的, 我一定不可以有辦法救他們 那無存給你狗咬, 難道不是意外 因為牠知道阿財是我養的 所以我驚承牠揭子成傑子 所以你怎麼可以這麼自私 我要抓你回去自罪 跟你村民說出真相 不行, 你不可以捉我的 我一定有辦法 魯醫師… 你怎麼樣? 我做的業, 會報應在自己身上 這裡有一張藥房 記者, 還加上地乳巾 還有那些狗的腦子 拿著藥菜泡水給牠們喝 這樣就可以救到牠們了 魯醫師 魯醫師 你醒了, 你看得怎麼樣? 我全身都無力了, 為甚麼? 為甚麼我沒有像牠們那麼發作? 你一暈倒了, 我就私針幫你封住月道 減少你的血氣和病發的觸導 但我不知道你可以支持多久 我始終都會變成牠們這樣 但是我不好 如果我早就治好你的喘命 你就不會被野狗所傷 我還跟你輸到為一個月之內治好你 結果… 無關你事, 是我不會依你的吩咐 你說得對 我根本沒資格醫人 我願意服輸, 我以後都不會再依你 我不會逼你吃我的藥 你為什麼這麼不負責任, 弄成我現在這樣 就是以後都不依我 你不像這麼易認輸, 一點都不像桑自然 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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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證 你是不是吃我? 如果我真的犯錯, 我會讓我害任何人 我不會讓你有事, 保證 你都怪我殺死, 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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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姑娘, 我們找到老醫師的藥荒 和她所說的避免 不錯, 是避免 師兄, 她怎麼樣? 她的病情很繁複, 隨時有機會發作 你們先照顧她, 我買上去煎藥 好, 大人, 茶枝花油, 準備好了 我們衝出去 小賊, 我們也沒病 你讓我們離開仇神傳 不行, 明天的光, 我們就要燒傳 小賊, 讓我們衝出去 不要… 不要… 因為我們全部保證, 一個都不能放過 是… 外面的情況怎麼樣? 外面不單有牙刺, 還來了一大隊官兵 他們又在天光火火燒穿 天就快光, 萬一這副藥衣不好 師兄, 全村人都沒命 藥就快不了 但藥方從來都沒人試過 我真的不敢肯定有沒有效果 給他…武靖他不見了 大師兄 武靖 小主… 武靖… 小主… 小主… 武靖 武靖 小主… 小主… 武靖 武靖, 一定是病法 大師兄, 是我們, 你應應 para 他瘋得瘋得瘋 你嗆他就聽不到你了 小主… 小主應該煎好了, 我回去拿吧 我護織你帶上去 讓我曉擇你們 大靖… 對不起, 師主 創屍 這個人有病, 你一定要殺他 不行, 他是神保師的人 況且已經有藥可以治療他 大人有令, 所有病患者 有力加深惡論 就算你們也不理會 兵大哥, 求你再等一會 只要藥可以治療他, 就不用燒穿 對不起, 君命難為, 求你再等一會 再等一會 藥到了… 高姑娘, 快點 如果這藥沒用, 我們就馬上燒穿 藥穿 殺死他 住手, 你還給人家 誰敢出手, 別怪我對他不客氣 我們已經有解藥了 真…真的有解藥 沒錯 以後用的藥, 我們就有救了 是呀… 喝了藥就好很多了 謝謝你救回我們全村 大師兄, 你大病初遇, 還到處去? 這麼多人吵得像虛一樣, 怎麼休息呢? 你都忙了一整天了, 你不休息嗎? 你看到了, 這麼多人要幫忙 哪有時間休息呢? 怎麼也好 這次是你的份救我 謝謝 我病 我病 去吧 去吧 那錶車呢? 不是你看著那錶車的嗎? 不是你看的嗎? 小都 他們怎麼可以讓小都 去這麼危險的地方? 真是自把自為 他一個女孩子人家 萬一被那些賊發現 我就不敢想 我想他應該沒這麼快發現小都 因為這麼暗格, 我也設計得很隱蔽 現在如果凌駱石知道 他的女兒是為了神報師而出事 就麻煩了 對了, 凌駱石這麼疼女兒 進去 找上門 諸葛靖駱, 請我女兒 我並沒有收到你的女兒 不可以在我面前裝傻伐 你千方百計 哄我的女兒跟你學武 你到底什麼居心? 靈盟主, 你稍安無曹 你收到我女兒去哪裡? 我女兒今早出門到現在還沒回來 小都和追命為我辦點事 快回來 混帳 我女兒也不是神報師的人 你憑什麼要她幫你辦事? 好, 諸葛靖駱, 答我 你究竟要她幫你辦什麼事? 事關機密無可逢過 靈盟主, 你放心 你小女兒一定會安安全全回來我神報師 靈盟主, 小都有手有腳 難得她這麼幼心跟諸葛先生閘 廢話少說 我現在就要見我的女兒 馬上交我的女兒出來 靈盟主 估計你的女兒已經在歸堂之中 請回 諸葛靖, 今天如果我不找我的女兒 我是不會罷休的 如果我的女兒出了什麼事 我要你神報師雞犬不靈 快點, 連腳鏡也沒有 怎麼跟隨才行 小明大哥, 你們找到小多嗎? 找不到, 是呀, 冷血呢? 我原路回來也見不到他 他不是和你們在一起嗎? 小多找不到, 冷血也不見了 他在這裡… 小心點, 小心點 小心點 小心點, 很貴的 我用盡這麼貴的拋磚人做的 阿柱 阿柱 你這拋磚人做的 阿柱不是一個大姑娘 我不行了 你誰?快說, 你的傷害 你再不說, 我們就用盡了 慢著… 別折害身子 等我帶回來慢慢炮制他 平盟主, 等了這麼久 請用些高點 別再和我們這套 阿柱 諸葛靖河 看來你是不肯把我女兒交出來 好, 今天我就反著你神報府 也要找回小都, 替我搜 是… 住手 參見王妃娘娘 神報府在官府的地方 你們怎麼可以守著守 回娘娘, 諸葛靖河有拐小女 如今下落未明 我怎麼都要她給我一個交代 堂堂神報師竟然發生這種事 應該只是一場誤會 諸葛靖河, 究竟發生什麼事? 回稟娘娘 令盟主的千金 小都近日在我神報師集合 而今天就為我出去辦小小事 快回來 娘娘, 小女初學武功 加上入世未深 諸葛靖河竟然派她去犯險 妄固她的生命 請娘娘主持公道 聽聞靈盟主你二搏雲天 好打不平 如今令千金 可以為神報師出力 為百姓辦事 真是苦苦無怨女 靈盟主, 你應該引以為榮才對 但小女並非神報師的人 諸葛靖河未經我同意派小女去犯險 這樣做實在於理不合 娘娘, 你未身為人父母 當然不會了解我的心情 靈盟主, 你愛女情切本宮也明白 不過既然諸葛先生都說小都快回來了 為甚麼靈盟主你不再等一會兒呢 好, 靈某就看在娘娘份上 如果今天天黑之前 小女還未平安歸來 靈某一定會移平神報府 同時也會上告皇上 望皇上下旨查守神報師這個 這麼草間人命, 胡作非為的部門 老大, 那個嬌生暗隔壁的女孩 不管她是甚麼人 就要斬租出金 記住, 要乾手赤腳 那個女孩長得挺胖子 如果就這樣殺了她, 也不會太浪費 總之在殺她之前, 你喜歡怎樣就怎樣 老大… 來, 大家用點心 總之以後還有很多財路, 喝 是… 零小骨 零小骨 想走? 今天我就好好地教她 冷血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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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叫你來的 冷血大哥 快點 飘泊中 背負了有多數 剩對他才看得 從相信 為何尋尾中可感到 秒無尺度 為何尋不止可得到 獵遍風暴